各位家長大家好,原定於1月29日的國際諸心算年度檢定公開試 因為疫情的關係,部分學生將會使用線上的模式去做檢定 在這裏我介紹大家認識我們如何準備好可以開始我們線上的檢定 要進行線上檢定,我們需要安裝兩個軟件和了解登錄的程序 亦都在諸算寶的應用程式提供了一些練習給大家 這樣就可以準備好檢定了 在線上的國際能力鑑定上我們需要安裝兩個軟件 第一個就是zoom的軟件,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諸算寶的軟件 大家可以去到google的商店或者蘋果商店下載zoom 或者是諸算寶,就可以應用到 zoom都不陌生,大家很多學生都用來做線上的課程 我們會用zoom做一個實時的,即時的線上監考的平台工具 zoom的連結和諸算寶的檢定密碼 將會透過WhatsApp給大家 打開應用程式,然後我們選擇語言 選擇繁體字的語語版 接著就可以輸入這個帳號和密碼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諸算寶的程式 進來選擇能力檢定 選擇能力檢定之後裡面會有一個練習的區塊 以及有一個真正檢定的區塊,我們選擇練習 進入練習之後就已經有同學的諸算檢定的級數 以及深算檢定的級數 我們選擇開始就可以進行練習了 學生完成練習之後都會有一個成績單出來 也可以透過複卷的功能去查核 查核有什麼題目是不懂的 這樣就可以改進自己 題目的形式就是類似螢光幕看到的 我們將正確答案輸入之後就可以等待這個成績 我們練習是有一個檢定報告的 這個報告會幫大家記錄你做過的練習成績 大家就可以看看自己是否達標 考試當日我們就會進入去檢定這個按鈕 跟練習是差不多 不過就會有一個開始的程序 首先我們會進入這個檢定 檢定的名稱很清楚地說 會是一月份的上半年的考試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模擬的題目給大家看 進入去之後我們會確定你檢定的級數 然後準備好開始我們就按開始按鈕 在方角這個打鈕表示我們了解這個檢定的過程 檢定過程其實是不可以中途退出 以及只可以做一次的 做完之後成績就會上傳到我們的服務器 所以學生就需要一個穩定的頻寬 找一個較穩定的頻寬 你平時練習的時候可以測試到這個頻寬的問題 是不是很穩定的 確認了之後我們進去會輸入一個密碼 這個檢定密碼我們透過WhatsApp就會發給大家 當天就會打開Apps 輸入這個檢定的密碼就開始檢定了 再一次確認我們的考試前的需知 然後就可以正式開始了 題目跟練習是一樣的 我們把正確的答案輸入到這個輸入件裡 然後一條一條地完成它 系統會跟你有一個到計時的功能 到時候就會交卷 交完卷之後我們會看到成績單會出現 以及連接中 我們就會把你的成績上傳到我們的服務器那裡 線上的檢定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熟悉Zoom的軟件 我們當天會監考大家 利用Zoom這個平台 然後利用我們的軟件 就可以進入去做檢定了 如果有問題可以WhatsApp我們 多謝大家